字幕提供 它这个游戏 有中文 但是我在开台之前稍微看了一下 翻的真是TMD 有过烂 应该是G翻的 因为这个游戏在 发售当天就 十几个国家的语言全部都出来 所以一定都是G翻啦 那我们就用日文 這座 為什麼他突然叫我去他家呢 慘慘慘波浪浮 為什麼是當分母 如果你們覺得自己當分母很淒慘 你們不妨想想千森 千森連分母都如是 好嗎 你們至少還有一個分開頭的 可以當 你們至少還可以選擇當分母 他說我也沒有走錯路呢 我千森的話就是分食 食是食物的食 就是把獎品分出來給大家分食 所以 當分母不要哭 我這個當分食的都沒有講話 你們在那邊當分母 小貓 真可憐 這遊戲居然一開始就拿這麼可愛的小豬瓜下手 一定很凶殘 請在我心裡 留住 晚安 晚安 斯蒂娜已經選擇了V 我的忍者跟妳生意非常感謝妳的確定喔 這遊戲好像有兩個結局欸 有分好結局跟壞結局 我們剛剛撿起了十塊錢 好像有錢可以撿 不知道撿錢可以幹嘛欸 咦 哪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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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祈禱嗎 好喔 然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但是總之我們祈禱了 存檔 如果是 如果是夜回系列的話 就是給菩薩存檔啦 但是這個遊戲 我不知道欸 應該是這邊 有條 臭掉的魚 那也說 先進去家裡 但他也在工作嗎 他叫我先進家裡去 他是不是在打工啊 他字幕跟 跟語音有點對不上 語音講的比較多 這個配音員跟我們上次玩的那個 歡迎回家的配音員是同一個啊 應該是 作者的朋友吧 為什麼我的螢幕左邊一直出現十塊錢 超爽的 撿到十塊錢 這次的畫面是有比上次好一點啦 至少 沒有那麼糊 上次那個真的就是看到 他的眼睛快要脫窗 配音也太慘 日本女生講話就是這樣好嗎 你們不要用那種 聲優的規格來對待 如果是日本 一般動畫聲優 動畫跟遊戲聲優的話 聲音就是要再高個八度 但是誰平常講話 Keyway那麼高啊 平常那些 動漫遊戲的聲優都是 兄様 誰啊 誰會這樣講話 但是日本 日本女生平常都是 巫女忍 革底層毀滅者 衣車組長 感謝你追隨的時候 Following 平常講話當然都是 D8度啊 日本女生平常講話都是 お兄様 ただいまたぜ 要祈禱嗎 祈禱一下 雖然不知道祈禱要幹嘛 お母さん おかえり 日本女生平常講話都是 這樣的 從樓下可以 看到樓上 應該要走樓梯上去 要敲門嗎 就有選項 嗨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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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真的沒有人在家 從哪裡到哪裡 不知道該從哪裡進去 他說把鑰匙藏在哪裡啊 他說把鑰匙藏在哪裡啊 鑰匙通常都是藏在花盆下面吧 要不然就是踏墊下面 我想起來了 他說放在盆栽下面還真的是在盆栽下面啊 抱歉 巫女忍 身上社交秘 禁謀 говорит 没有任何回应 准备来私闯民宅 拿着巨无霸钥匙 跟拳头一样大的钥匙 不是刚刚这里不是有一双鞋吗 为什么突然不见了 这是斧头 没有声音了 我刚刚想说为什么一进来就听到奇妙的声音声 原来是我们家猫咪的打呼声 玩恐怖游戏的时候请务必 注意家里面的猫咪 四八四就是恐怖的来源 他说这个是什么呢 好像是墙上的污渍吧 好像有东西塞住了 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是墙上的破洞吗 有洞快看 又要脱盔是不是 所以要拿个东西把它弄掉了 我们家的猫咪持续打呼中 哇好宽啊 这个家好棒哦 因为是凶宅啊 一卡皮箱马上入住 凶宅正在等着你 那种猪物广告最喜欢是说 一卡皮箱马上入住 诶 时钟坏掉了 时钟上面有个猫咪 他至少这次靠近 关键道具的时候会有提示 上一款都没有 全身镜 从这边可以看到楼下 日记吗 诶 这个笔记本破掉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应该可以找到吧 就是笔记本被撕下来 然后上面浮起了 017三个数字 但是主角对于笔记本浮现 017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又是一个沉默之秋来的 我的面前出现了017 但是我并不在意 所以要去找剩余的页面 这是什么 哦 要使用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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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偷窥吗 又要偷窥 诶 准备好偷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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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边也可以进去哦 是浴室 对 我刚拿到什么 我拿到一块布哦 砂锅大的布 这游戏好像有一些 jump scare 我现在拿到一块 砂锅大的抹布 吹风机 浴室里面积水 刚刚黑妈妈都看不出来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哪里これ 没有任何反应 刚刚死在路中央的猫猫 可以耶 要把猫捡起来吗 好哦 我看懂 我看懂 所以我们要把猫咪拎到哪里去啦 猫 猫咪 我们要把猫咪拎到哪里去 拿回家 放在朋友家桌上 没有没有没有 放在朋友家的棉被里面 哪里哪里 怎么突然有蹦一声 好像门打开又关起来 诶 这什么 拿到十块钱 拿到十块钱 这边又有绳索 我也是想说是不是给地藏王 拿给地藏王菩萨 请地藏王处理 不然就只有送给邻居了啦 不然就是放在朋友的洗衣篮里面 放在朋友的棉被里面 给他一个surprise 好嘞 那没干 不行呢 还是要 还是要种猫猫 把猫猫种起来 放在朋友家的棉栽里面种起来 明年这个时候 就会长出全新的猫猫 长出一棵猫猫树 长出一棵猫猫树 种猫得猫 啊 这间屋子 等待 等待 猫猫猫猫 哦啊 ZZHP感觉追随了 是我follow in 要敲窗户吗 好哦 不好意思 嗯 里面人没有听到吗 嗯 诶 门开了 这墙壁上面到底是什么 完全看不懂 诶 有个梯子 蛤 公寓memo 这个 这个公寓没办法 没办法打掉 打电话给业者请他们打掉 可是 不管怎么打 这个电话都接不通 然后 妈妈突然 妈妈突然身体变得很不好 突然病危 可是当我 决定不要再打掉这公寓 之后 妈妈的身体就恢复了 然后也不能进行进化驱魔 每次去神社想要找神主来驱魔 可是每次去呢 都找不到神主 如果 如果 拜托 朋友去请神主来的话 神主就会在中途 遇到车祸 然后符咒也没有效 我买了很多符咒 贴在房间里面 然后隔天 符咒全部都被撕下来 然后一贴 一贴 一贴 符咒 头上就会出现 诅咒的咒字 然后也没办法放火烧公寓 一放火马上 火就消灭 火就熄灭了 看来是没办法放火烧公寓 这间公寓只能不断的转手贩卖 这间公寓只能不断的转手贩卖 这间公寓的住户呢 撑的最久也只能撑一个月 只要住的一个星期也就会被诅咒 然后身体会被占据 然后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没有人知道 我想说不要再卖公寓了 可是我每晚 每晚都做噩梦 在说梦话 老师听到有人用奇怪的声音说 把人给我带过来 如果我不卖公寓 不只我自己 连我的家人朋友 都会遇害 没有卖公寓 卖公寓 卖公寓 今天也有一个人被诅咒 谁来救救我逃离这个地狱啊 你的日记好长 读完了吗 好 凶 好凶的凶宅啊 被猫咪站去变猫梁 最凶的凶宅 但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着猫咪 什么东西都不能拿 所以墙上这个都是符咒 这边有个人 有个人站在那里 所以可以过去吗 我们居然就这样 试闯民宅了耶 我们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走到邻居家里耶 What 然后手上还钉着一只猫咪 然后拿起邻居家的钥匙 啊没有没有 拿起邻居家的零件 当残烂一秒就上手 这是什么 小偷模拟器吗 居然可以进邻居家耶 要把猫咪丢在邻居家好了啊 嗯 好暗喔 真的是有够暗的 那还是没东西的啦 哦 突然可以看了 4月4号 4月4号不是儿童节吗 我觉得日本用 用4月4号应该是想要用死当谐音 可是在台湾4月4号是儿童节啊 终于帮玩家了 我好期待一个人的生活哦 可得俺是自由啊 这么一来 这么一来我就自由啊 母親的家人可以说 家人家是很安的 它也许久了 每个人都不迷不着的 如果我想起来 做什么 这不是学生的家人 放了一遍 啊 自然是虚 лет 水 真想不出来真看不出来这是给学生一个人住的地方 然后想不到我可以不用转学就找到这么好的租屋处 我妈妈是幸运女神吗 今天为了庆祝搬家然后我跟爸妈妈三个人在外面吃饭 然后两个人一直笑 我果然还是喜欢爸爸妈妈的笑容 好哦 爸爸妈妈说要在我家住一个礼拜 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这两个人真是爱操心啊 他们可以不用操心啊 45个月的真难道说是传说中要开柜子开抽离冰箱开成恐怖的一些吗 没有错 Hewer已经升级了V45人的柜子身体非常感谢你45个月以来的支持哦 我们刚刚前面看那个文件不是说在这个凶宅里面 一个礼拜 就会死吗 可是他爸妈却在这里住了一个礼拜 嗯 好 但我们还是不知道要拿手上这只猫咪怎么办 才好 嗯 嗯 嗯 应该要给个提示才对呢 抹布不见了吗 抹布被猫猫吃掉了吗 主角 真的耶 真的耶抹布不见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徒手抓着一只新鲜的死掉的猫猫 太新鲜了吧 新鲜献材 新鲜献材的当季猫猫 抹布不见了耶大大 难道是放冰箱 我刚才一直想说要不要放冰箱 可是冰箱打不开 不是我刚刚就拿猫猫猫给你 你为什么不雕走 你现在才雕 What 乌鸦骗你 应该是bug吧 然后我们又拿到了一块抹布 所以这次我们要把死鱼捡起来就对了 What 乌鸦骗你喔 乌鸦骗你喔 诶 怎么又过了一天 4月5号 这一天我们都在整理搬家的物品 虽然我本来东西就很少 但是整理起来还是蛮辛苦的 然后我请爸爸妈妈帮忙一起整理 所以比想象中还要快整理好 然后爸爸好像非常喜欢这个家 所以他说 我不只要住一个礼拜 我还要再多住一点点 我的家呢 拜托这是我家 拜托不要这样好不好 然后今天那房东来打招呼 他看起来好像很累 房东没事吧 然后 房东 哭着感谢我 谢谢你愿意租下这桶房子 然后主角是说 我才要感谢房东呢 最后房东小声的说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但是 难道是我听错的吗 不 你并没有听错 蛤 哦 不是一一其次 七天里面的第二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刚刚这边绕一绕去 就又过了一天哦 诶 什么 用抹布 诶真的咧 抹布不见了诶 用抹布换日记啊 抹布是来换日记的 哇哦 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小看抹布的存在 想不到吧 想不到抹布可以让你换日记吧 哇哦 真的是没有想到诶 为什么抹布换日记啦 我不懂诶 你解释一下啊 大大 抹布 抹布换日记 会不会抹布其实是纸 哦 对 抹布其实是纸啦 因为它涂太糊了 所以我们以为那是抹布 但其实那是纸啦 哦 原来如此 还真的是齁 完全不会发现了诶 所以我们现在又可以去那个小屋子 拿起一团纸咯 看起来 跟抹布没两样 真是纸 好哦好哦好哦 我已经 这个游戏 有必胜法 这是把看起来很像抹布的纸捡起来 拿去换日记 哦 哦 真的呢 四月六号 从今天开始就是新学期了 嗯这群家伙真是一点也没有变 但是跟他们在一起还是很开心 我的家庭看起来说 怎么办 他们说想要看我的公寓怎么办呢 要让他们来看吗 我们的班导是一个叫做针导老师的人 他是怎么样的老师呢 そういえば朝アパートから出たときに 近所のおばあちゃんらしき人たちが 集まってアパートを見ながら ひそひそ話してたけど 何だったんだろう 这么一说早上我离开公寓的时候 看到父亲的大妈们 聚在一起一边看着公寓一边在那边 在那边嘘嘘嘘 在那边讲着悄悄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何かご用ですか って聞いてたら 何でもない って言ってすぐ立ち去ったけど 誰かに用事が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 我问他们有什么事 他们马上说 没事没事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走了 他们是不是来找谁呢 你买了凶宅啊 大大 你租了凶宅 七天里面的第三天 好的 正乃解抹布吧 解抹布大冒险 零聖直人边躲鬼边写日記 没错 再忙也要写日記 拿去二楼好了 哦 这里哦 嗯 要从窗户进去吗 好哦 好的 原来是厕所哦 又拿他一团抹布 长得像抹布的纸 好好好可以进来了 可以进来了 我们不换日记哦 4月7号 今天我第一次看到邻居 我一打开门 就看到隔壁3号房的人 一口口水 妈妈说跟邻居要和睦相处 所以我就跟邻居打招呼 但是 邻居就瞪大眼睛 看着我 然后什么 什么没说就跑了 今でもあの大きな奇妙な目が 頭から離れない 他那颗奇怪的大眼睛至今 还是烙印在我脑海 それにあの歩き方といい 顾といい 他の人とはなんか違うような なんで失礼か 还有他的走路方式 跟他的脸 好像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哎呀真是没礼貌 今天换座位 我居然坐到了 あのミラちゃんの隣の席になった 我居然坐到了那个ミラ的隔壁 可能是班上的正妹吧 これから学校がますます楽しくなるぞ 接下来 上学的每一天 又变得更加的快乐了 今日は朝から 父さんを見かけなかったけど 先に帰ったのかな 今天我没有看到爸爸 他是不是先回家了呢 爸爸也真的是辛苦了 好 所以还有三张字条要收集了 先去 先去把外面的那个钥匙捡起来吧 我们应该终于可以捡钥匙了吧 那是 七天里面的第三 第四天的意思 终于 终于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那把钥匙一直在你眼前 你需要要 经手一个又一个奇怪的东西 才能拿到这把钥匙 你要看驾车干嘛 好哦 剪字条游戏 又拿到一张 母布字条了 好像就是剪字条而已嘛 对了我们今天的那个 抽奖啊 要参加抽奖的人 请你们在聊天室打 嗯? 为什么禁止跑来这里 禁止 禁止为什么移位了 诶? 诶? 那参加抽奖的人 请你们在聊天室打惊叹号大抽奖 然后会有今天的奖项 还有那个 如果你要参加 专属Q版头像的抽奖的话呢 请你从里面的网址 进去用你的MP购买抽奖券 才能参加抽奖哦 那一样都是要 Follow本台才有 诶房子变了呢 全身镜跑到这里 然后椅子在桌上 然后 沙发跟桌上的东西都不见了 嘿 4月8号 今天妈妈一整天心情都很差 然后早上她没有跟我说早安 也没有跟我一样 也没有跟平常一样笑脸迎人 我问她爸爸呢? 爸爸呢? 她就说 不要吵! 今までこんな ちょっとしたことで 怒链れたことなんてなかったのに 父さんと喧嘩したのかな? 至今为止我从来没有 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就会被妈妈妈 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呢? 妈妈就只有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叫我把我的儿子玩伴叫来 他叫我把我的儿子玩伴叫来 那家伙应该已经上高中了 而且我想她应该不想来男生家吧 而且还是 一根独居男生家 でも母さん一人暮し最初反対してたし 安心したいのかもな だから近いうちに呼ぶって話してたら 母さん笑ってたな でもなんかあの笑顾不思議な感じしたな あ そうか 目が渡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だな 少し不気味な気もしたけど 気のせいだよな 好 呃 其实妈妈一开始是反对我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或许她是为了要放心 所以才叫朋友 才要我叫朋友来吧 所以我就说我最近会叫她来 妈妈一听就笑了 可是那个笑容好像有点怪怪的 啊 对了 她的眼睛没有笑 感觉怪诡异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不 那不是 那巴斯尼的错觉 好的 那应该是被附身了吧 再找两张 那到底是要偷窥什么 这个家的主人是男生 这个家的主人是男生 但是我们操作的是女主角 就两个人是儿子玩伴 诶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才捡起来 我老早老早就看到这边有东西 可是她不给我剪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现在才剪 她说纸条失掉了 要把纸条吹干才行 奇怪捏 用吹风气吹干吧 好的 4月9号 一早就没有看到妈妈 她的车也停在这里 到底是去的哪里啊 昨天的様子也怪怪的 她昨天也怪怪的 我真是担心她 今天我跟Mira讲到话了 超级happy的 但是觉得好像 好像 总觉得有点沮丧 如果说她是跟爸爸和好 然后回家去的话就好了 对了 母亲和他家来家来家 如果我都想得到 所以 会叫她 会叫她 妈妈 希望我把那家伙 嫁在家里 所以我如果把她叫来的话 妈妈应该也会很开心吧 会叫她 会叫她 她好像也很想来我家 那不然我明天叫她来好了 她应该会来吧 那家伙就是指我们 那家伙就是指我们 所以再找最后一张 嗯? 刚刚什么声音 诶? 蛤? 怎么都一...诶? 墙壁在喷血 耶!有100块了! 赶快去投钱! 得到一个 Lucky girl 的奖杯 赶快去投钱! 100块 啊不 我已经有100块了 我已经开始我的自由了 What? 嗯 好哦 100块换来一块抹布 耶! 得到 I'm so lucky Lucky girl Mobo desu 你们觉得要偷窥吗? 偷窥好了 嚇嚇你们 哇 变得一片红了 好 好像有念经的声音 抹布贩卖机只要100元 就是赚 300元 不用 200元 100元 只要100元 就是一片 全新的 伯母给你 这个伯母不是一片普通的伯母 有了 有了 逃跑 你别想逃走 你别想逃走 左脚终于发现不对劲了 虽然他很不好意思啊 但是我还是回家吧 之后我再联络他好了 你 你早就该这么觉得了 你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收集完十张字条 才发现不对劲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前面十分钟我就脚底抹油了啦 你还在那看完所有的灵异现象 拼凑完所有的恐怖字条才决定要走路 才决定要走人 门打不开了 门打不开了 但是可以偷看猫孔 准备好了吗 要偷窥吗 嗯 嗯 有一群民众 what persist 我们拿到坏结局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是坏结局 为什么这样是坏结局 诶 门没有关起来诶 所以就堂而皇之地走掉就好了 我们要来看好结局咯 门居然没有关起来诶 所以就堂而皇之地走掉就好咯 所以就堂而皇之地走掉就好了 诶 诶 隔天我去学校他没有来 然后他的位子也没有他曾经带过的痕迹 然后很不可思议的是我问了他的朋友跟老师 大家都说不认识这个人 放学后我又去了那间公寓 然后那间公寓变成正在出售中 然后附近的邻居说那间 那间公寓从很早以前就在出售中了 全都是我的梦 难道这都是我的梦吗 saved 得到了梦结局 字幕跑得太快了啦 一开始我在念日文那一段是说 从他的公寓离开之后 我一直觉得好像有人在看我 可是我回头好几次都没有看到任何人 然后我就 我就比平常 以平常比平常更快的速度呢快步走回家 然后隔天去学校 然后 发现他没有来 他的位置也没有他曾经待过的痕迹 问了 问了朋友跟老师 大概都说不认识这个人 然后我就 我又再来这间公寓一看 发现变成是在出售中 然后附近邻居说 这间公寓已经出售了很久了 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梦吗 梦结局 同学边缘化成功 没有错 好了 所有成就都拿完了 两个结局也拿完了 这个游戏才四十几块还可以啦 四十几块 让你们得到了 两个小时的 暗咪梦 跟猫猫 还有Jumpscare 还有一场梦 猫换成鱼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神座神座 四十几块这样还不错啦 但是跟他上一款 我回来了比较起来 上一款比较有 让人 惊吓的感觉 这个就还好 如果您知道 我们接下来 点滞 踏远 其实 谢谢 面